来看看新闻网 思诚和我的爱情 从一开始就是奔着结婚去的 她始终真心待我 我也从未动摇半分 昨晚21点35分 我们终于等到新娘佟丽娅在微博 晒出与陈思诚的唯美婚纱照 碧海蓝天王子公主 一切都如童话般美好 手捧鲜花 含羞低头的佟丽娅 绝对配得上仙女儿子 紧跟娇妻的步伐 今天上午陈思诚也大方在晒婚纱照 至此千年的手不放开 一生既长又短 眼陪你到最后 终于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 佟丽娅和陈思诚的唯美婚礼如期上演 闻纱极深 佟丽娅在姐妹团的簇拥下 等待新郎强行 看陈思诚张牙舞爪的样子 估计娘家人是没少出难题啊 最后两人拜过高堂 从佟爸爸的手中 结甲厚厚红包 根据对新人同样抢劲的 还有杜淳 鲍贝尔 袁红等 五位帅哥组成的伴郎团 有张脸配上伴郎行头 怎么瞅着就这么眼熟呢 杜淳同学 您又来了 我的职业就是伴郎 从2011年到2014年 加上此时此刻 杜淳可是足足当了五次伴郎 请 难道你以为 积极七次伴郎就可以换一个新娘吗 好多人都跟我说 连我妈都跟我说 说你不能当伴郎了 当伴郎自己就以后结不了婚了 既然都知道有这么个说法 倒是要问一句了 杜先生咋就这么爱当伴郎呢 我每次做伴郎都特别打动我 因为是那种 就是那种氛围的那种影像 看着他们 真的觉得特别幸福 我每次站在上面的时候 我都在想 我觉得我应该尽快了 应该尽快了 原来星天地伴郎杜淳太抢戏综合报道 是的 祝福他们吧